最近就有十几位外国朋友乘火车来到了我们大同 不过他们不是游客 他们是来向我是著名的武术名家郭桂志老先生拜师学艺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是成立大成全协会以来 郭桂志会长就多次到国外开设辅导班 目前在国外的大成全学员就有数千人之多 近年来由于年岁增大 郭会长减少了去国外教学的机会 于是就有不少洋土地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大同向郭会长学权 这次来大同的洋土地分别来自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他们对大成全的喜爱也让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了 我们中华传统武术的强大魅力 看着洋土地们练得这么认真和投入 郭会长非常满意 因为这说明了国际武术爱好者们对中国传统武术的认可 而这种认可也不是轻易得来的 是郭会长通过与国外武术界人士切磋较量 靠真功夫赢回来的 相信这些洋土地们回国之后一定会把大成全发扬光大 而武术也会为我们大同对外交流和沟通 架设一座有益的桥梁 快报记者春雷红冰报道